急难纾困是政府因应疫情 为了照顾失业者和因疫情造成民众收入短缺 而推出的救助措施 这次因为疫情调整为踩书面审查为原则 而华联市公所15号的下午是发放了纾困金 总计有24户发放的金额为40万5千元 继日前发放23件急难纾困金申请案之后 华联市公所今天再度发放了28件申请个案 卫市长亲自将纾困金发给申请库 希望占度难关之外 也让生活可以尽快回到正轨 自从行政院公布卫福部应应疫情急难纾困案推出后 市公所积极着手办理 卫市长说为了避免议领以及误发 社劳客人员在受理时相当谨慎 而在昨天收到华联先政府转支卫福部公文 里头有简化流程收件审核的SOP机制 由于流程相当明确 也让承办人员在受理作业时可以有所依据 所以我们在每个个案的简化后的审核资料 其实都要花到20到30分钟 那其实对于公所来讲 那我们也谢谢同仁愿意这样子每天这样加班 那为我们所有的民众来做付出 那由于昨天行政院 行政院 县府转支行政院的公文在昨天晚上已经到相关的资料 审核的方式 那都有非常明确的一个规定之后 那也方便我们公所同仁来做相关的审核 那我们也今天也持续的在发 那我们相信在这几天后 我们消化的速度会非常非常快 那也希望所有的民众来申请的时候 一定要备妥相关的资料 那才能够方便我们工作人员来做相关的审核 才能够快速拨款 华丽市公所5月14号晚上收到华丽县政府转支 有关办理 因应疫情扩大 竟然纾困审查一亿案件 处理机制与平台的公文 社劳客在收到明确流程的指示后 14号当晚加班 除了按平时作业输入申请案的基本资料 也寻相关管道做核定 15号通知28件符合资格的申请户 并在下午发放纾困金 而这28户大多数为简化流程的申请户 那些案件是做什么的 水电工 水电工 对对 水电工比较多 疫情的时候是不是影响很大 对啊 就比较没有叫电话 就比较少了 由于因应疫情扩大极难纾困金 申请到6月底 仍有充裕的时间 社劳客长小子卫再一次提醒 若要早日收到纾困金 建议申请时除了携带身份证 证本以及影本 印章 存折封面影印之外 也请准备全户户籍腾本一份 全户财税总归户财产查询清单一份 无薪休假证明 工时或薪资缩减证明文件 劳保局加退保的资料 文件只要备齐且在审核时 确数事实可缩短 审核时间 纾困金 智能提早发放 记者林杰 华林市采访报道